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冲冲冲 今天牛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种植大栗花的笔记 从育苗到开花再到过冬收藏 很快就春天了,给即将育苗的花友们参考一下 4月底的时候,我先在室内育苗 把大栗花的块根放入一个小花盆里 浇好水之后,每一个花盆套一个塑料袋子 密封好,放在暖气的出风口处 大约三四天之后就发芽了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小苗长得很快,又高又壮 天气好的时候,我还会拿出去外面让它晒晒太阳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5月20号 多伦多终于没有双冻或到春寒了 我把小苗移栽到了地里 根部加了一些骨粉,bomil,帮助它成长 这期间随着小苗的长大经常帮它打顶 使它长出更多的侧脂 施肥都是用自制的伯卡锡堆肥桶的肥料 每周试一次 但是这期间有一个品种,因为烂根而没有成活 非常可惜 6月份,大栗花已经有半米高了 我给花苗弄了一个支架 防止它之后再继续长高后会倒伏 7月初的时候,大栗花苗继续长高 有的已经都快一米了 现在可以看到花苞了 7月22号,第一朵大栗花盛开了 是这个好像莲花一样的品种 Cama Prospero 接着这个红白相间的双色大栗花 Rebecca's World也开放了 7月底有更多的花苞陆陆续续的打开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像莲花一样的 Cama Prospero 这个品种非常的风花 花朵耐开也不散 这个还是一个获奖品种 双色的大栗花表现也很优秀 我们可以欣赏到它的花朵从红色慢慢渐变成白色的过程 7月底 这个好像一个胖胖球的品种 Vizard of Oz也开放了 这个像一个个小球的这个品种也非常的可爱 而且也很风花 而在这段时间呢 我也实现了切花自由 到了8月中旬 这个比较有名的牛奶咖啡的品种才开花 虽然开得有点晚 但是花真的是超级大 有小孩子的脸那么大 最后开的这个梅红色的品种 我不记得名字了 这个品种是我团购的时候给错了 花朵也很大 颜色很艳丽 这些花都是在陆陆续续的开 一直开到了10月份 10月31号 多伦多这边开始变冷了 我把距离跟近15厘米部分的枯杆枝叶全都剪掉 挖出了块根 尽量抖掉表面的泥土 在阳光下晾晒了几天 然后放在一个有木屑的纸箱里 然后我再用报纸把它们包住 放在了地下室 让它们过冬 今年春天我会再拿出来继续在屋里育苗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种植大栗花的完整记录 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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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